美国国务院官方网站7月21日发文宣布 7月25至26日 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将访问中国天津 中国外交部表示 届时中国外交部主管中美关系的谢峰副部长将与舍曼会谈 之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会见舍曼 舍曼此行将讨论美方对中方行为严重关切的领域 以及利益一致的地方 中方将向美方表明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 以及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定态度 要求美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 美国国土安全部7月21日表示 美国将继续扩大非必要旅行限制 关闭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陆路边境至少到8月21日 此前美国边境限制将于7月22日结束 7月21日 2020-2021赛季NBA总决赛在密尔沃基落下大幕 坐镇主场的熊鹿以105比98击败太阳 总比分4比2斩获NBA总冠军 俄维雄鹿的头号球星 字母哥杨尼斯阿德托昆博 毫无争议的当选总球赛MVP 7月20日 南加州门图拉县治安局的调查人员表示 已经在千项市的6家美国银行分行的ATM机上 发现了盗卡设备 有些分行的取款机上还屡次发现此类设备 这些设备能够扫取银行卡的信息 门图拉县金融犯罪部门已经确定 这些盗卡设备的目标是EDD借记卡 这些借记卡没有配备EMV芯片对卡上的数据进行加密 数据更容易被窃取 需要使用EDD借记卡的人 应该注意ATM取款机上是否安装了盗卡设备 这些设备通常被安装在ATM的插卡槽内 附近还配有针孔摄像头来拍摄用户的PIN码 警方提醒 持卡人最好进银行内部取现金 或者考虑使用其他支付方式 据洛杉矶时报20日的报道 南加州的房地产市场在6月份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 房屋中位价为68万美元 超过了5月份创下的66.7万美元的记录 比2020年6月增长了22.5% 房屋销售量也在上升 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竞价战 房产的售价要比要价高出数十万 专家们认为快速扩张的买方市场 越来越多的人在家工作 对空间有更多的需求 以及超低的抵押贷款利率等 都是令房价上涨的原因 据KTLA520日的报道 如果加州仍在使用四色重开评级系统 洛杉矶和加州另外16个县现在将处于县值最阳格的紫色层级 包括洛杉矶、圣地亚哥、旧金山和萨克拉门托塞内的许多县的七天平均病例率 已经超过了10万人中10例病例的标准 洛杉矶县的检测阳性率自6月15日重启以来 从0.4%上升到4.8% 增加至10倍多 洛杉矶县目前每周有1万多例新冠病例 这是今年3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